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箱 歡迎來到今天的課金系列 那今天要課的是商城的這個 最佳食人機會捐等包15入 那這一包的話是100元台幣的 那今天就直接把他的額度買完吧 好三包都買完了 就大概這些東西啊 三包一起開掉 總共15包的最佳食人機會捐等 應該是這個啦 那我原本自己好像就有五包了 那剩下的話就五包我就先不開啦 就虧到月底卡包啊 就讓他分開來啦 不要混在一起 好 那這包的話我自己是覺得說可以買啦 不過好像金幣禮包跟另外一個490的是比較 就是比較好的 那目前是沒有出金幣禮包啦 不然就是額度買完了 就可以考慮這包啊 五包五包開掉吧 總共開9次嘛 好第一次的五包 有到6億 6億好像是平均值啊 應該不是說平均值啊 就是比較偏低的 最後一張大王啊 其他都是 迪卡 現在 保底應該都有個1億吧 所以基本上都5億 喔還是大王 其他都是迪卡 哇 不會 這一次全部都要靠大王吧 再一張大王 啊沒了 這次是 周董跳出來啊 2.5億的周董 有比較貴一點 其他就還好啊 好 在下面的五包 欸喔 剛才一個沒看到 右邊有一張安可啊 這張很貴啊 4.3億 可以啊 不過這些都練滿了 等一下就丟四場吧 好 接下來的五包 有沒有高一點的啊 有一張羅曼 跟一張王威城 有到6.7億 好接下來的五包 欸連田1.5億 其他都平均 就是最低價的價格 好接下來的五包 哇這好慘啊 全底啊 怎麼頂卡都沒出來啊 好像就有一張安可啊 哇又再一次全底 這個不行啦 在我手上均等 都不均等啦 呃這次 一張至聖 跟一張王威城 好整體來看就是 只有開到一張安可啊 那這樣子的話 大概開九次嘛 然後平均 平均一次 差不多在六億上下啦 那如果算在六億的話 九次差不多就是 五十四億 手續被扣完的話 差不多 十拿三十八億金幣吧 三百塊 那跟 之前六百七的金幣禮包 比值 換算下來的話 差不多就是八九十億啊 不過現在的 六百七的八十億 金幣禮包 好像都會在加陣啊 所以變成說這包 其實我是覺得說 還是可以開的啦 就是 金幣禮包也不是天天在賣的嘛 所以這個 比較偏商店常駐的三次 就可以考慮把它買起來啊 好 那今天的這個開箱影片就到這麼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一個喜歡 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 拜拜 一天 再次見 感谢观看